還對女人有期待 好了,是不是時候去講一下基哥 我們以往,你說李隆基,提款基 以及黃青霞,究竟是不是珍愛呢 是不是珍愛適合一半 在這個關鍵時候 其實對於,如果你說女人視男人來說 就不用視了 李隆基這隻就應該叫珍愛 甚至沉船之後的珍愛 起碼是李隆基對黃青霞那些是叫珍愛 李隆基對黃青霞,經過很多試煉 早前水哥,無良軍師的水哥 就踢爆了很多東西 其實呢,最先踢爆的都不是阿水哥 最先踢爆的叫做什麼 Smart Travel 那他自己做醜自己的賭 走去懶啊基哥 走去讚他的畫漂亮 說他英文好 又說自己荷蘭文都認證 黃青霞,荷蘭文很厲害 那麼,問題就是已經被阿水哥踢爆很多次了 就是假學歷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學歷造假 又說他比綠母李隆基大 還有一個軍人的男朋友 那麼,李隆基解釋到 但是,解釋不到的 還有後面那些欠人錢的那些 錢銀問批那些 很多人踢黃青霞的黑材料出來 那麼,你看到李隆基呢 全部都聽不入耳的 甚至乎他一早知道 他都消化了 他就說了很多次 他就對著修哥都這麼說 因為修哥 大概是兩個禮拜之前 他就想修哥那個小紅書 不知道是微博還是小紅書 就做過訪問 那就是說 我有過去 他又有過去 我喜歡他就可以了 那其實你就不需要和他理論 一個,就是這樣說 如果兩個人的關係 兩個人的關係 那些人,你說怎樣 再站在李隆基的角度去想 很多人就是擔心他七層樓 甚至乎 那些網友最關心的 就除了那七層樓之外 是關心李隆基和他前妻生的那些子女 都覺得,你這樣沉船的 不公平 對,對於子女不公平 起碼就是他兩位前妻 都叫做有幫李隆基捱的 那些子女呢 全部都是捱窮 那時候呢 就是慢慢長大的 但是到最後 李隆基竟然為這個女人 奉獻了七層樓 那後面會不會奉獻更多呢 到最後,李隆基百年之後 他的子女 到最後是一個先都沒有 那些錢被黃青霞拿了 覺得很不值 剛剛傳來消息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 我看到都起碼是八九點之間 傳出來的 就是黃青霞被捕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預期居留而被查 他現在扣留期間 當然要找出證據出來 你初步搜證 其實很快很容易 你的學歷是真的假的 你以前都幫人查過 做過那些Diligence 那你一找回學校 有又有沒有就沒有了 現在說他預期居留 就被扣查 但是如果預期居留一進去的話 其實也附帶著其他的罪行 包括 運用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都很重序 就是checkroom的網友 當日說黃青霞的sert 那時候 那些網友都說 Stanford 那個alumni system 是based on 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 House的網站 給錢打黃青霞的名字 即使他是讀短期課程 哪怕只是 即是上過一日堂 都有這個名字 應該 但是 你搜尋不到 就搜尋不到 那些位置 那他太多版本了 問題就是說 你可以騙到李隆基 但是你怎樣騙入警署呢 是不是 李隆基呢 也都自報他自己的政見 他就是藍絲了 他就說 叫人不要聽 那些騙人錢 騙貨金 就是靠來賺錢 那些KOL 然後呢 要聽就聽哪些 要聽就聽屈永賢 或者是要聽 就要聽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光頭佬 華基 華基 華基那些都說支持他 那些 那些 那些呢 他在政見上面 他表達到這樣 你都不需要為他緊張 他死就是他事 是吧 撼頭埋牆 但是 今天有人問他 喂 他現在有一件事 被捕 他又找了謝偉俊 就是跟他拆 那 就去陪他 但他早前不是找謝偉俊 他最早是找了林作那個 是嗎 何謝偉 那個叫什麼 就是 林作那個大狀 那 就說 喂 他怎麼搞 是呀 范德偉 不知道是不是搞不行 這件事是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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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未清楚 他清楚發生什麼事 李龍基 他現在是廣州 01 就訪問了他 但是他現在是廣州 他還要做節目 拍完節目 因為他有約在身 他不可以毀約 他也要做節目才回來香港 他說 他知道什麼事 我現在不是在香港 明天要錄影 簽約不能推 我記得 21號 21號 即是明天 即是我們現在錄影 香港時間 之後再隔一天 之後才回來香港 應該都過了24 28 不是 未過48小時 差不多 可不可以保釋到呢 到時就知道 如果 通常這些事情 就看你處理多久 究竟 現在這個司法機關 會不會很快地處理 其實這些個案 如果 你表證 或者不需要怎樣查證 其實很容易查的 學歷這些事情 學歷有是有沒有就沒有 都說了 我們剛才才說 一個網站 什麼都檢查到 你有個案 你就不會被你拖 又被你保釋 然後慢慢搞 基本上就是 警察做得這些事情 很快可以上庭 要檢查 你死硬的 是啊 即是很快可以上庭 沒有什麼可以爭 你找誰的大仇 幫你打 都是說證據 即是原本 我們大家說 這些是李隆基 和黃青霞之間的事 這個就被水哥熬倒了 水哥就說 這個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 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事 這個公眾利益的問題 公不公平 你找一些專裁來香港 專裁是騙子來的 你整天說人家 整天搞什麼 現在提子 叫你提防騙子 你現在入境處 就被騙子騙了 你現在是不是很諷刺 梁振英說我們諷刺 很說我們諷刺 比李隆基 你諷刺一個入境處 和黃青霞 你說什麼提防騙子 現在入境處 就是被一個黃青霞 騙了 沒有的了 你整個專裁計劃的 那些認受性 真的開玩笑 已經成為 就是你反過來 就是我們一開始 開麥克風 那時候 就在說六八九 六八九 除了招呼完我們之後 就再招呼在台灣的 陳教授和朱木 你看到其中一個帖 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舉報 在英國年宵裡面 究竟賣這個 陳建文和朱耀明牧師的著作 有沒有報稅的 大哥 英國稅局查得這麼緊 當然是有 你這麼空閒 去查我們這些 你不如查一下黃青霞 究竟騙了幾 偽造文件的問題 啊 六八九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你知不知道 或者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想 你明不明白為什麼他這樣想 就是這個叫做 以小人之心 讀君子之福 那他這樣想 因為他做到 因為他 UGL那件事 又被他割了骨 是不是 那買得公司的話 他應該 UGL那裡 他順便避罪 你想一下 他自己已經做了小人 他又過了骨 但是為什麼他也過了骨 因為我有特權 我是國家領導人 我厲害 我可以做得到 我可以過骨 但是你們這些人 你想這樣做 就過不了骨 是不是 你們不是國家領導人 是不是 你有什麼資格說人 你的臉 梁振英 是吧 欺善怕我 就是 出了這些帖子 就告訴別人 已經鬼拍後尾枕了 就是 你那時候 你UGL 就是 沒有你辦法 是吧 我不知道國家疏通了多少關係 個個都不追究你的 英國不追究你 澳洲不追究你 是吧 包括日本都有的 是吧 大德來看東京 是啊 都沒有追究你 是 因為你爸爸 你是國家領導人 是吧 你是人照 是 就是 曾任權 就是很不公平 這麼少一件事 被人家挖了這麼多年 貪爭 是啊 但是你大貪 你找大茶飯 那些就沒事了 你在說別人的報稅 又不見你那時候的報仇 又是說這個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系列 你真是 是吧 細敢針對他們兩個 是啊 又要向英國稅谷報案 你又知道別人沒有報稅 真是 你報又不等於別人沒有報的 你沒有報就不等於別人沒有報 是啊 你自己扑街 你以為全世界都好像你這樣扑街嗎 梁振英 是吧 喂 喂 你搞錯了 Hong Kong Uncensored 不是一個網站 我們可以叫一個YouTube Channel 可以是一個 Facebook Page 是吧 多謝你幫我們宣傳 是吧 有69個人分享 但是都說你這樣說 喂 阿泉仔又這麼 你CAP他圖 幹嘛幫他分享 哈哈 你幹嘛幫我分享 你以為他真的 不過沒有所謂 傷不了我們 是吧 嗯 說真的 你這樣說 其實 誰會真的覺得 你會被你這樣 抵衛到 你反而幫我們宣傳 我們保護網友 傻傻 梁振英 所以浪費狗氣 不要說那麼遠 說回黃青霞 黃青霞 那裡 真的令到李隆基痛哭 嗯 李隆基 是吧 痛哭起來 一定支持他 他知道的 他也知道這件事 如果他被老屈的話 他怕他入獄 他怕他入獄 其實他知道 一直都互斷 但問題就是 李隆基 你也是幫兇的 你對著傳媒都在那裡說 他家裡這麼有錢 讀些名牌大學 用什麼騙我 李隆基你也有份騙 騙人 借著這個黃青霞 去騙身邊的朋友 我老婆很厲害 我老婆讀得書多 我老婆是天才 我老婆畫畫厲害 又是飛機師 又是名牌大學畢業 不需要騙我七層樓 還幫你畫畫 幫他做人情 是吧 唉 真的說真的 現在去到這樣的時候 他來講 是真愛來的 痛哭都不是第一次 其實 這個 上次Smart Travel 都說他私底下 對著 誰 我叫什麼名字 Smart Travel 那個老婆 Sai Pan Sai Pan 我幫他起了花名 我忘記了 對著Sai Pan 都是痛哭 是吧 你現在又哭多次 李隆基 是否因為演戲 做得多 所以其實沒什麼所謂 眼淚不是成本 還是真的呢 其實是 你在別人面前 假裝心情 真假這件事不要緊 最重要是角色 夠 consistent 黃青霞都說 網友都補充 明天沙田提堂 最重要就是 李隆基 撲出來 然後在沙田 痛哭 那張照片 是呀 是不是真愛 就算你有約在身 也要把一邊 是吧 喂 有什麼這麼重要 你是不是請一天假 這麼難 如果你是重要的話 你就跟公司說保數 是吧 藝人的 很難說 這些 可能他預訂了很多東西 是啊 但這個也要考驗你 你說真愛的話 你要起碼是冒著這些東西 是為他犧牲的 是吧 是吧 他一定支持他 一定支持 因為我知道整件事 我知道什麼一回事 就是 而你 知道 又沒有覺得他冤枉 其實你從來都知道 嗯 有兩種說法 是吧 一是 就是李隆基沉船 一是 就是他們兩個一起做大茶飯 就是我聽水果這樣說 那些推測都合理的 但是也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兩樣東西一起發生都可以 是啊 他又很愛黃青霞 但同時間 也都在跟他搭鵬 是不是 所以他從來都知道 從來都知道 黃青霞是騙子 是騙學歷 但是為什麼他 他知道他是 學歷是騙回來的 他都走去 走去 在朋友面前招搖呢 有送話給白標 石修這些 這些 這些老前輩 不是 你說 你搭鵬那件事 怎麼說得通呢 問題就是 你真愛 你就躲起來 你自己做愛 你真愛 你就躲起來 就回房間裡做 為什麼周圍帶他出來 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招搖撞騙 但是你騙你的朋友 就是你騙他是一個精英 是學歷的 真材實料 還有真的有錢 是不是真的有錢 有多少 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 這個人本身誠信有問題 學歷的 去到第二步這一下 調查第二步這一下 就看他能否保釋到 還有不知道 究竟你現在律政司 會不會做事 其實你這樣被他拖下去 又被他保釋 然後又找證據 有什麼好找呢 其實很快查到 是不是真的了 你在浪費法庭時間 在浪費公共資源 如果被他保釋 然後慢慢搞的話 是 有就沒有就沒有 yes or no 你要檢查學歷的東西 他用什麼學歷申請 去向入境署申請 去專裁計劃進來 就檢查那幾張照片 是不是 騙學歷是因為真愛 這個不能夠這樣解釋 講不通 你真愛 你就躲在房間裡做 沒有人理會你 但是為什麼你要 你明知的 你都帶他出來 見朋友 又幫人畫畫 打算鋪大件事 或者這麼說 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 李隆基很想他盡快過來 所以就是 將黃青霞有這麼出名 就捕到他這麼出名 周圍有送話 反而應該低調一點 對 應該低調一點 你要快去過來 那你入境署也是根據程序 都已經過來了 已經過來了 即是 你專裁的 應該做得到 但他又不是做事 如果你今時今日要居留權 有很多方法 對嗎 你就跟他一起排隊 在大陸註冊結婚 然後儲回來 秦皇也是這樣做的 沒有所謂的 你也可以回去 你整天都去廣州賺食 你整天都去團聚問題 你回大陸團聚不行嗎 真的 你為什麼要拿他下來 其實是獻世的 李隆基 你為什麼呢 一直 即是由這個 七十年代去到現在 都有這樣的故事 一申請到 那女兒來香港 那女兒馬上飛來 你也都 唉 你賣的那些人情 也是無謂的 嗯 你對著那些 這麼多年的藝人朋友 是吧 我老婆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不斷送話給人 你賣的那些人情 出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想換些東西回來 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是不是想搭棚 但反過來說 他送話給那些朋友 喂 即是薛家燕 胡鋒那些 喂 即是七十幾八十歲 他們什麼都見過了 你一坐下 一開口 我已經知道你什麼了 沒有意思的 嗯 即是你在他們面前 show off 是啊 九成搭棚 你搭棚之前 就要賣人情先 是吧 即是你要出賣人情先 即是你要販賣人情 這叫販賣人情 不是出賣 販賣人情先 不斷對你好好 那樣 是吧 然後呢 到他自己有要求 喂 我什麼時候送了一張畫給你 是啊 你不是這麼絕情 有東西找你幫忙 你不幫 就是要求情信 即是推薦信 幫我簽過名也好 那些 是啊 你不是什麼 不是不幫忙 這麼絕情 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這些是很服的 這些東西 是 薛家燕和汪明荃好像不收 是 不是 你收來做什麼 其實你講真的 你收一些 別人給你的畫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的畫放在哪裏 你放在自己的房間嗎 你不可以用鏡照嗎 你放在大廳嗎 別人覺得你好自戀 是吧 而且那個都不像你 即是你 被別人感覺到 其實不是好事 即是你收這些畫 你怎樣展示出來 我問你怎樣展示出來 就算你展示出來 你自己展示出來 你自己的Facebook 那個Pofile pic 都會被人笑 是不是啊 你不是真的 你覺得你自己是畫中人 一個人跟你拆鞋 你這麼認真 是不是 就是大概這樣笑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或者 讓你之後 你自己做成黑白 去做車頭上下 好似現在CCC這樣說 即是你 即是你 你問我最多 就是宋禮勤 這樣而已 即是到最後 我便拋在耳扁 對我來說 真的 這些都是吃慣帶茶飯的人 最重要 就是張曉明 那個行程盲你 好了 好了 我們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很快要回來 我們有個訪問要做 我們就 待會我們找吳家良 對 那說一說 即是現在他 每年差不多就是三月了 三月就要搞什麼 Hong Kong March Hong Kong March 重頭節目 就是電影節了 過往兩年 其實我們有幸出面 去撐場 但是今年 可能難搞一些 他有些挑戰 我們待會回來 我就和他做訪問 再聊一聊這件事好不好 好 好